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波蒋 夏秋年 苏联人证实林彪就在飞机上 苏联人说 事前对这架林彪坐机一无所知 坠机现场附近的蒙古老乡说 当天就来了不少苏联军人 不让老百姓靠近 这就是说 最先到达林彪坐机坠毁现场的是苏联人 那么256号三叉戟进入蒙古境内 苏联会不会是第一目击者呢 看见了 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苏联对此一直密而不宣 但很可能在蒙古外交部得到消息前 苏联人已经获悉 否则 苏联人怎么能抢先一步到达坠机现场呢 看来256号三叉戟一进入蒙古 就已经在驻蒙苏军的全程监视下 但是他们还搞不清这架三叉戟到底是怎么回事 迷航 叛逃 还是刺探苏蒙的防空系统 更不知道是中国专机 四五个星期后才确认是林彪乘坐的飞机 蒙古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组调查此事 并写出报告 根据蒙古的保密法规定 此报告到2008年解密 但报告中并没有提到林彪 中国官方关于林彪之死的解释 国外并不相信 林彪是摔死在蒙古荒原吗 是不是死在国内的某个地方 如果说林彪在三叉戟上 是不是在坠机前就已经死亡 在中蒙苏三国中 飞机是中国的飞机 坠毁现场在蒙古境内 中国和蒙古是当事者 而苏联应该是旁观者 可苏联好像比中国和蒙古行动更早 更主动 9月13日上午 他们就到了坠机现场 第二天 他们又去了一趟 搬走了很多重要的证据 在中国人到坠机现场前 苏联人已截足先登了两次 但是 他们没理睬那九具尸体 如果他们知道其中有林彪 尸体早就搬走了 由于至今还不清楚的原因 来自中国的三叉戟坠毁于蒙古境内 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自此以后 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家 一直对飞机上乘客到底是谁存在怀疑 数月后 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奇怪的解释 在913事件后的几个月内 美国与欧洲情报机关陆续收到报告 蒙古民主议会议员跟登山布金 阻奈在失事现场帮助撰写第一份医疗文件 他写道 作为一个在场的医疗专家 我确认没有一个人的年龄超过50岁 唯一的女性过于年轻 蒙古的一位英文翻译告诉彼得汉纳姆 半夜把他叫到安全部 让他翻译避孕药品说明书 这是在女师的皮包里找到的 蒙古人认为 叶群已经过了避孕的年龄 很可能不是叶群 而林彪当时已经64岁 所以西方怀疑林彪是在飞机上吗 但是林彪不再露面 黄无礼秋也销声匿迹 苏联人联想到传闻可能是真的 坠机五个星期后 苏联人终于获悉 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在飞机上 于是苏联第三次组织阵容强大的 克格勃调查组重返坠机现场 苏联调查组包括 苏联著名的犯罪侦察学家 国防部法医学实验所所长 少将军医托米林等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 克格勃侦察员扎格沃兹丁和他的助手 并离解剖学家沃尔斯基等 他们乘飞机到乌兰巴托 再到坠机现场 在荒原上找到飞机残骸 野狼已经住窝 苏联人带来四只大箱子 装着38位913事件后 未露面的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资料 这回是大工程了 墓地的棺材全挖出来 细细的逐个检查 苏联病理学家托米林说 尸体很难检验 都烧坏腐烂了 在蒙古专家配合下 首先肯定尸体的所有伤痕 都是飞机坠毁造成 排除了成员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 其实在九具尸体中 有几具是不平常的 潘景银和林立果有挣扎的痕迹 说明他们两个在大火烧来时 还有气息 经过一番紧张艰苦的工作 检查了所有的尸体 带回两个有金牙套的头颅 1971年11月中旬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从一位蒙古朋友那里得知 有一个汽车司机去贝尔赫矿区 路过坠机现场 看到墓地被挖开了 蒙古老人巴塔说 墓地被苏联人挖过两次 第二次记不得是哪一年 只记得是冬天 苏联人在坟墓边搭起帐篷 再次验证了那个年岁最大的尸体 12月14日 香港快报刊登来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 一名苏联外交官 对经常在一起打网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说 苏联当局已经把九个人的尸体挖出来 进行了仔细的检验 蒙古方面当时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 原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灯对记者说 苏联方面在事件发生后不久 就运走了一座引擎 并且两次掘坟 把林彪及夫人的头骨带回苏联 与苏联保存的资料对照 确认是林彪和叶群本人 《真理报》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 俄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杰留心说 1941年林彪曾到苏联治病 留下了牙的模型 医疗档案里也有他的牙照片 1950年林彪第二次到苏联治病 也留有病情记录 林彪还在苏联做过牙的模型 医疗档案里他的牙照片 经过对照 发现头颅的上颚少了三颗牙齿 与林彪当年治牙的模型对上了 子弹打在头颅上的大致位置和X光片 医疗记录也对上了 证实死亡者就是林彪 但是苏联人把他们的成果悄悄地锁进保险柜 密而不宣 二十多年后 1993年5月 29岁的澳大利亚自由撰稿记者 彼得·汉纳姆 得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部分资助 用了六个月的时间调查林彪死亡之谜 他奔走于蒙古、苏联、美国、台湾、香港等地 往返数万公里 访问了外交、情报、新闻界的许多人士 在乌兰巴托 他采访了二十多位目击者 还专门到了坠机现场 彼得·汉纳姆在乌兰巴托二百英里的地方 找到了一喜欢在胸前别着苏联勋章和受戴而得名的元帅 元帅带他到了坠机现场 现场大的基建已经不见 烧成黑色的碎片还不少 还有一个宽二十米 长三十米的寸草不生的灰堆 里面有烧毁的各种电气零件 在离灰堆一百五十米处 有一堆飞机残骸 其中有飞机的后轮支架 凭借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94年初 彼得·汉纳姆和苏伦斯联名的调查林彪之死的纪实文章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发表 立即引起国际新闻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许多国家的报刊进行转载和评述 2月2日 香港亚洲周刊刊登了彼得·汉纳姆的文章 《解开林彪死亡之谜》 参考消息转载了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文章 从蒙古到莫斯科 这个亚洲最大的谜团之一 第一次由于一位西方记者通过客观独立的调查 给予了证实 彼得·汉纳姆最后在莫斯科一个军事数据室获得一份科格勃档案 档案记载 苏联在事发地点秘密进行过仔细的尸体解剖 证明林彪夫妇和儿子在坠机事件中死亡无遗 这份档案只有四个人看过 两位苏联病理学家 其中一位叫亚利山德鲁 以及已故的苏联领导人 伯列日涅夫和时任科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 也就是说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 彼得·汉纳姆采访到了两次到失事现场调查林彪之死的苏联克格勃小组 彼得·汉纳姆采访到了两次到失事现场调查林彪之死的苏联克格勃小组的一位成员 这位克格勃说 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 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 也不能告诉蒙古人 由苏联克格勃提供的林彪确死于蒙古的结论 澄清了一部分迷雾 但彼得·汉纳姆只是把苏联的部分秘密调查公布了出来 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还是个谜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坠机之谜四 有人说林彪坐机飞到了蒙苏边境